嗨各位小財神 大家今天還好嗎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的主題 非常的有趣就是我們的 中信賴配卡 要來開箱了 真的是覺得很開心喔 終於拿到了這張上個禮拜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中信賴配卡 新的卡面到底 真的它的橙色檔怎麼樣子 就是整個色澤的部分 我真的很期待因為網路上有人講說 欸好像還不錯 怎麼顏色那麼的糟糕 等一下打開來開箱 第一手的消息馬上來看 好不好 今天的影片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中信賴配卡要開箱給你看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下半年的優惠重點提醒這張卡片 有沒有什麼 你是可以好好特別的去注意的 今天也會跟你講 那我們就事不宜遲趕快來進行 中信賴配卡的開箱給你看 那我這個 剪刀都準備好了 我們不是要剪卡 就是要這個 直接打開來給大家看喔 來看一下喔 其實我也很期待 因為這張卡片 其實兩天前就收到了 但是 我還是就是 保留著在就是拍影片的時候呢 然後就是才能開給大家看這樣子 好來 噔噔 好 先把那個個子遮一下 好 遮完就都看不到了 好來 但是我把它打開來給你看喔 對啊 欸我覺得其實這個顏色好像還不錯耶 你有沒有看到 它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的泛黃 但是呢 其實也算是 欸 真可愛耶 對 我覺得 不錯 非常的好看 對 那 它的背面的部分呢 我來把這個資訊遮瑕 你看 它就是清一色的白色而已啦 就還好 它沒有就是做整個 那它旁邊的這個邊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它是屬於白色的邊 好有沒有 所以其實呢 呃 我覺得它的卡面都還算是可愛的 那在某些角度上面看的話 會比較像是那種真正的那個黃色 但是 你如果是 呃 在不同的角度裡面看 它那個黃色感覺上會有點太亮了 但是基本上我是覺得 欸 我還可以接受 那它這個信用卡的這個 信封的背面呢 就是教你說 怎麼綁定跟這個所謂的 進行開通的部分 所以你就是特別去注意一下 然後呢 它這邊有講到一些就是 欸 下半年的優惠 全15%回饋 這個 稍後來跟大家分享 但是呢 在往下走之前 我還是有一些東西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 中信它其實針對這個MinePay卡 它推出了好多好多的卡片 然後我們就是一一來分享一下 就是 呃 如果是以信用卡段的話 它其實也有推這個所謂的 呃 這個 齁 它當初第一批的這個Visa的這個卡片的部分的話 我選的是沙利卡 有沒有看到這個 很可愛的一隻這個 這叫鴨子嘛 齁 那後來的話它還有一張JCP 齁 不過JCP那張卡片 我好像放在別的其他地方 看一下 來 應該是有吧 因為 卡片我幾乎都有了 OK 好 我來找一下這 中信的那張MinePay卡 我有沒有把它收起來 不然的話 應該是也可以給大家一起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 就是說 它有兩個不同的卡面 齁 如果是 呃 信用卡的部分 它有一張是這個 所謂的 Visa 然後還有另外一張是 JCP 所以你可以辦至少有兩張 那 除此之外呢 齁在這找到了 齁 就不得了 因為錢張卡真的好多 我那時候就 弄了五張齁 這是第一張 雄大的 然後 也有這個 沙利的 我當初就是 辦了五張卡 然後還有這個 這是 這個 中正紀念堂齁 不要再講說 講成國父紀念館 然後中正紀念堂 對 所以呢 還有這個 兔兔我爸也是辦這張卡片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爸會選這一張 很妙 好 它當初也有就是 這個做中信數位帳簿的開放 所以總共 有沒有看到 很可愛 就是這五張齁 這就是這個 所謂的 簽帳卡的部分 所以信用卡 我目前有三張 然後簽帳卡也有 五張這樣子 那最後的話 就是跟大家分享 它其實也有出這個 所謂的頂級卡 那這個頂級卡故事也很有趣 這個頂級卡的部分 早期是需要刷 比如說 20萬才給你一張 然後後來變36萬 最後變60萬 然後現在又好像 調回去變50萬之類的 好 那你 這個所謂的 你如果有Visa 無限卡的部分 那你就不太可能 就是再辦一張 JCB機制卡 所以 基本上應該是 二則一啦 所以如果你當初 就是兩張都要的話 你應該要第一時間 申請才有可能 拿到這麼多 所以 現在我漢不弄弄 就是也有五張 這個我們的中心 來費信用卡 就是這樣子 然後還有五張 這所謂的簽帳卡 真的是好多喔 中心真的是 很愛出卡面 有沒有 這卡面都非常的可愛 然後我就是 已經全部入手了 那不曉得 你是否也都入手 這些卡片了呢 非常的值得收藏 那我們接下來要看 就是 誒 說到了卡片 你當然不會 就只是 只是要收藏而已 你一定是要來進行刷卡消費 那 中心來費卡的 2020年下半年權益呢 它到底有沒有哪些 誒 不錯的優惠 在這邊做個提醒 那它其實在 7月1號上線的 這個 卡片的部分呢 它有做這個所謂的 三個通路的權益加碼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喜歡 這個 比如說 這家是韋熱山丘 可以去用這張卡片來做購買 有10%回饋 第二個是 如果你喜歡喝飲料的話 50蘭米克夏塔 這個茶堂會大院子 這個 可不可 熟成 熟成紅茶這邊呢 也是一樣 都是有5%的 條碼支付的回饋 所以 你自己本身也可以拿去使用 那最後就是頂泰豐 頂泰豐的話 就是你和卡三十天內刷5000 就可以拿到兌換券 我的想法是 如果你這麼想吃頂泰豐 你就直接去買就好啦 為什麼還要刷5000 門檻太高了 所以我覺得這基本上就是說 銀行的這個所謂的 生意人的手法跟伎倆 就是希望你多刷 但是我個人 是不會去解這個任務的 因為 與其要我刷5000塊 我寧願把這個刷卡額 放在其他高回饋的卡片上面 不見得會用在這張卡片 所以就是請為大家參考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 這張卡片他們其實是 已經不賺 已經轉型為這所謂的通路神卡 怎麼說 它最高又有到15%回饋 比如說你在這個線上訂房碗 做進行訂房的部分 那現在國內旅遊 國外可能不太行 那或者是你在 周六的時候搭配去城市的優惠 然後可以拿到更多好康部分的 那這部分的話其實就是 這張卡片的這個所謂的 特色加碼的部分 所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對 那最後如果你要的是一些 新護理或是新卡理的部分 這邊也提供大家參考 就是如果你是新護理 從來沒有辦過中信卡的朋友 我拜託你 請你要把握一下 就是 本團在7月底 會有一個很厲害的活動 那也歡迎大家來參加 請你們就是 把你的中信新護資格給Hold住好嗎 但如果你等不及了 沒關係我們下面有辦卡連結 我們的那個資訊欄的部分 有興趣就是 點了上車就好了 那你新護理的部分 你一定可以拿到的就是官方給你的 比如說你要旅行箱 或者是電風扇 或者是LinePoints 500點 個人比較推薦500點的原因 是因為 這些他們送你的贈品 可能品質不是良有不一 不見得是好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 這真的是你需要的嗎 還是你只是覺得可愛 就想收藏 所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再來的話 如果你是救護的部分 你首次申辦LinePay卡 你還是可以拿到100點 一樣刷888就有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大家可以去參考的 如果你喜歡這個很可愛的卡片的話 趕快來申請一張 這個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新戶救護都有好康 但如果你本身已經有中心LinePay卡的 那麼你再加辦的話呢 他可以給你這一張 但是你就拿不到這個所謂的救護理了 因為你本身就有LinePay卡了 那這張卡片的等級是商務預席卡 跟之前的這個Visa預席卡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再加辦一張 但是你就只能加辦一張而已 我曾經試著要加辦其他四張卡片 但他都給我拒絕了 就是這樣子 所以今天的這支影片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們這個很可愛的開箱 好不好 就是如果你真的也覺得 心動你也想要一張的話 你現在就可以上車了 就是這個樣子 那他不會是你的無腦申卡 他會是你的通路申卡 等到指定的這個通路出來有需求 然後再去申辦這樣子 好 那喜歡的話呢 趕快來訂閱一下 最新的信用卡優惠訊息 馬上就會通知到你家 再來的話呢 如果你真的一覺得這些優惠 寶可夢介紹還不錯 也歡迎你按讚留言分享 給你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申請這張很可愛的卡片 好嗎?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